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中国象棋的核心地带上海滩 上海那个时候大上海大上海冒险家乐园 他为什么是就中国象棋的核心 因为南来北往的人 这个下象棋的想挣俩钱是不容易的 他是走江湖的 他必须得到有钱的地方 他才能挣到钱 所以过去的中国第一流的象棋高手 如果要是没有特殊原因的话 都愿意到上海那边去挣点钱去 上海当时也有很多好的地方 像大世界 大新公司 城隍庙那一带 都有各种各样的象棋擂台 这个擂台到新中国时期有的还在 现在咱们是看不到的 你比方说上海大世界 上边是个台子 这边是一块大的棋盘 就我们现在看挂大盘 那棋子比我们挂大盘的棋子大 有的甚至都快有小脸盆那么大了 拿着猪肝挑着 织着 然后台后头有人下棋 或者就在台上两个人下棋 底下放好几百个座 你也可以点茶喝 然后寺外边搁着个布或者是木板围出来 有人在门口收票 棋手怎么挣钱 我下着一盘棋卖票 然后从票里头提成 一般一场一个棋手过去能提十几块钱 好的时候杨国磷和谢小燃 他俩在上海的盘棋 曾经一直提了一百多块钱 那这杨国磷就是每年五月份来上海 十月份回广东 就这几月份能挣几千块钱 那是一笔很高的收入了 说为什么十月份走了 天冷了 露天摆不了了 人坐在这动得嘶嘶嘶嘶嘶 没法看了 所以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 是这时候看棋的黄金季节 所以那时候上海 有好多这样的表演场所 而且还有数不清的茶楼 茶楼里干嘛呢 就是两人下 下彩棋 高手有时候骗低手 我让两仙三仙 甚至有的都让到六仙八仙去 然后让左马 让右马 什么让炮让鞠让双马 下让子齐 所以那时候大上海要讲齐 那是旧中国最繁荣的地方 咱们今天先给大伙说个事 这是1936年的事 浙江温州有个高手叫沈志毅 人长得起帽不扬 个儿不高挺黑的 他就想到上海滩闯一闯 想找上海滩一流的好手下棋 那只上海滩一流的好手 像豹子波 李武尚 还有外地来的 像无敌中炮 林一仙 什么湖北罗天阳 这些人 包括后来像周德玉 什么这些一流高手在这 这个沈志毅就想找这些人较量较量 可是他一个没什么名的人 到这来 人谁一流高手跟他下 他只能先到各个茶楼里转悠 他由于是外乡人一进来 这个茶楼里有一些高手 就专门琢磨外乡人 就觉得你好骗 你看这个人进来了 带头带脑的 这时候当地就有一个高手站出来 这个人叫潘明岗 在上海算二路骑 就达不到一流好手水平 但棋也不差 他过来说看来你想下两盘 说一看你这个外乡人 我让你俩码去吧 这个沈志毅一听这心里有气 为什么 他自个水平已经挺高了 你让我俩码 让我俩码的人还没出声 说下吧 说挂彩 一盘多少钱 一块钱 当时一袋米是三块多钱 一块钱还可以 说玩吧 这一上来 这潘明岗他为了钓鱼 想逗他上当 就装得手忙脚乱 很快沈志毅就把他赢了 沈志毅心里说你这个水平还让不两码 第二盘再挂又一块钱又输了 这么会输两块钱了吗 第三盘就潘明岗急了 他也是装的 我这输这么些 这么着 还让两码 我得劳回来 咱这一盘赌十块钱呢 赶不赶 沈志毅心里说十块钱 沈志毅来不是笨挂采来的 想骑义上做交流 但是仔细一想 让俩马怎么着也不会输 压吧 一人拿十块钱 塞到棋盘底下 然后俩人开始下 可是这一下 潘明岗是在钓鱼 沈志毅却胸有生竹 结果俩人这盘棋 下出了点事了 这是潘明岗让双马 对沈志毅的第三盘对局 由于采金的提高到了十块钱 这潘明岗就拿出了自己的真本事 在实战当中呢 他就走了我们广大亲民朋友 对让双马非常熟悉的谱 他走的是先手 炮八经二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黑旗 炮八平五 红旗 炮八平二 这非常常见的巡河炮子走跑 由于当时呢 没有铁兵这说法 这中兵可以打 所以黑旗呢 顺势的炮五进四 去中兵 打空投 这时候 红旗走车九平八 捉黑炮 黑炮顺势 炮二平五 架上 然后 红旗走 车八进八 押马 走到这个盘面呢 亲民朋友也很熟悉 就是让双马啊 一般让一方 经常采用这样方式 我们看走到这个时候 这潘明刚很得意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战略意图达到了 因为接下来这时候 巡河炮 我们讲的 炎和十八打 将军拉下马 他就有很多闪击的手段 你比方说 这个炮 现在炮二平七的话 叫打这底下 有一系列进攻的手段 骑马来说 吃回一马 换回一子来说 不是问题了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沈志毅 那不是一般水平的骑手啊 他走了一招非常精妙的骑 他走了车久近一 我们再看这个盘面 盘明刚初始以为呢 沈志毅走了昏招 怎么把鞠位过来呢 可是再仔细一看 出了一身冷汗 发现这个招法 是摆脱现在困局的 非常精妙的招法 我们看 假如红旗 顺势 吃掉了这个 黑鞠 这个时候 沈志毅也知道 黑鞠拥有非常精妙的反击手段 他直接走 炮个瓶酒 打掉这个边兵 直接叫浆 不论你怎么应 回头这个炮退回来 打掉这个车 同时又叫打这个车 整个的盘面 不仅对掉一个车 而且黑鞠 多子的便宜 马上就看出来了 局面也非常舒展 这两个马 海阔平月 天高任鸟飞 走到这 潘平港一看 沈志毅 飞比寻常 自己根本让不动人家 两个马 刚才我给大伙简单说了一下 他俩这盘棋 沈志毅用局九戒一 这一个妙招 化解了潘平港的杀棋 潘平港当时一看 受不了了 不下了 把棋盘推了 为啥呢 你这个水平呢 我怎么能让你两马呢 我让不了你两马呀 你真的来骗我钱来了 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不仅不让沈志毅走 说不行 咱俩得接着下三盘 你让我两马的才行 因为咱俩下三盘 我让你两马 你这蒙我呢 这回那么大 你让我两马咱俩再下 一盘十块钱的 这么俩人就争起来了 沈志毅外乡人人生地不熟的 也不敢惹这地头蛇 俩人正超车的过程当中 外边进了个人 身材很魁梧 一进了就看潘平港 什么事 潘平港说 哎呦 李爷 这人谁呢 外号叫白莲教主 上海滩的一流旗 叫李武尚 说怎么叫白莲教主呢 白莲教啊 是佛教 密洛教 明教 三教合一的 崇尚光明 在民间有很大影响力 说李武尚怎么叫白莲教主呢 这个人不仅其好 是上海滩一流旗 同时也有势力 他干嘛的呢 就跟上海滩青帮大亨 黄金融出神一样 包打听 他由于人卖手 经常下旗还走江湖 在茶馆里在哪 消息灵通 所以上海的群谱房 租界的群谱房 就让这个李武尚 给他当现任 说白了 你就打听打听 社会上这些事 哪有什么事 你及时通报一下 犯罪分子这事 你也掌握 这个过去叫包打听 你看一靠上警察局来 这不腰杆就硬了吗 这李武尚过去一个江湖奇人 能有这个位置不错了 李武尚一进了一看 不服是怎么的 腰间把枪拿出来 啪往周团上一拍 这么着 潘平港 你不识好赖人 人家多高水平 你不知道吗 你敢让人凉马 再一个 这位外乡朋友 你可也是啊 到这来诚心 来糊弄我们钱来了 这么着 咱俩这么下 我和你下一盘 我让你两先 如果你要是赢我 或者是合了 钱你拿走 我也不向你要 如果你要是输给我了 那对不起 你得双倍采金拿出来 赔盘平港 行不行 沈志毅硬着头皮 惹不起 下巴 其实那盘棋 沈志毅的棋 当时并不比这个 我们说这李武尚差多少 李武尚让他两先 沈志毅有赢的把握 哪敢赢啊 硬着头皮 把这棋下河了 李武尚还挺仗义 钱给了他 还把他送下楼 兄弟后会有棋 您这棋不错 问你看 这时候就看出这李武尚 是上海滩当时象棋界的领袖 这个李武尚呢 不仅为人仗义 而且也提携后进 他曾经提携的后进 在上海滩 水平非常高 甚至很多前辈棋手 不愿意跟这个人下 这人是谁呢 叫小剃头林荣兴 这个人在上海滩的时候 经李武尚引荐 拜在罗天阳豹子波门下 长期长得非常快 有人说小剃头林荣兴 怎么没听说过呢 其实旧中国有很多高水平的棋人 是咱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他们的棋水平很高 但是呢 由于死得早 你不知道 这个小剃头林荣兴 原先呢 是在扬州待着 他还有个外号小扬州 他到上海来闯荡 是南京有个高手万岐友 把他带到上海来 说你这个本事可不得了 在扬州的时候呢 他和当地有个棋手叫惠宋祥 两个人下 惠宋祥能让他双马 但是这个小剃头林荣兴 进步的非常快 到上海来 没几年 就可以跟上海滩的一流高手较量 那时候李武尚就发现 这个孩子棋非常高 就着力提携他 当时上海滩呢 有几个新锐 就后边 合成上海滩四小 小剃头林荣兴 小湖北雷海山 小杭州董渊 还有个小煞星叶景华 这么四小 本来这个林荣兴 原来来自扬州 叫小扬州 为什么叫小剃头呢 因为他这骑士又快又准 就是越下越狠 给对方很大压力 而且走得快 你看他跟当时啊 扬州有个大国手 叫张锦荣 人称曼国手 走得特别慢 这张锦荣到上海 跟林荣兴下棋 力武尚引荐的 结果呢 一下头一盘 张锦荣就输了 那当然不服了 我输给一个后辈无名者 再来 张锦荣下棋 是一步三看 一步棋 甚至一看能看五六十分钟 林荣兴可不管那个 你不看吗 你走完这步 刚走完 长考之后 我跟着就走 你再走我跟着就走 就给我感觉 好像我不认真 拿你不当回事去 把张锦荣也给切过枪 连输他五六排 张锦荣说 这都简直出轨了 我从来没输过人这些棋 李武尚心说 这后生可畏 又快又准 李武尚就说 我很难抵挡他的棋 李武尚就挺胖 杀棋挺厉害的 为什么他愿意提携林荣兴 他认为林荣兴这个棋 确实高明 他抵挡不住 前面我说这惠宋祥 能够让林荣兴双榜 林荣兴后来回到扬州 又找惠宋祥 说咱俩挂彩下 说我身上多少钱 16块钱 我6块钱吃住 回上海漏费 这10块钱 咱俩就挂彩 当时惠宋祥 这一大米 那是三块多钱 10块钱可不少 你进步成这样了吗 而且要跟我分歇一下 平下 不让的 结果两人一下 惠宋祥发现 不怪他是敢这么下 长的是真快 就是只要是林荣兴先手的 全赢了惠宋祥 惠宋祥先手的 林荣兴有好多盘和棋 也就是说 从棋力上来讲 这个惠宋祥 已经挡不住林荣兴 所以那会儿林荣兴 就几点出名 一个是快 一个是狠 这个招是又狠又准 而且走棋快 当时经过六五上引荐 他和著名的百岁棋王 平阳谢霞 两人下了一盘棋 这一盘棋下完 谢霞迅是真福 后生可危 咱们看看这盘棋 林荣兴是怎么样 又快又准的 这是小剃头林荣兴 在对著名的平阳棋王谢霞迅 走到第八回合 双方形成的局面 这时候我们看 红方进足 形成这个盘面以后 红棋顺势走的是 车二拼三 杀足 吃马 这时候黑帮 正招 走的是向三进五 这时候我们看 看起来好像 黑帮作为谢霞迅 这时候由于吃这个车 已经返先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小剃头林荣兴 腹快刀狠 采用的招法又快又准 而且颇有剑走偏锋的味道 他当时根本没有管这个车 他走的是马三进四 直接去马 登黑马 这一招大出谢霞迅的意料 谢霞迅只能按照既定计划 走了 向五进七 去车 红棋 继续 并三进一 去下 走到这个盘面之后 我们看 这个红棺 虽然在盘面上来说 鞠换掉了一个马 好像吃亏 可是接下来我们看 他俘有出鞠 进兵 等等手段 起码吃亏这一个马来 不是问题 而且局面大为舒展 中路的进攻 和以及车的配合 武器炮炮的配合 还有这个兵 还有盘在河口 非常活跃的马 形成了强大的攻势 在这种局面下 虽然说他走了一拳 谢霞迅呢 在接下来往下走了 大约16回合左右 推平日复了 没有抵挡住 小剃头林荣星的 奇思妙想 和强大的攻势 由这盘棋 我们就可以看出 林荣星 腐快刀狠 人称小剃头的 兴棋特点 欢迎继续收看 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有请 象棋特级大师郭立平 和奇邪大师李鹏 为您带来2013QQ游戏 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鸡联赛的 精彩对局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奇友带来的是 2013QQ游戏 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鸡联赛的 这个对局 对阵的双方呢 是红方来自 广西跨师纪 相机队的邓桂林 黑方是来自 广东碧桂园 相机队的黄海林 那相机比赛的一些特殊性呢 我们也为很多这个业余骑手 业余高手提供了很多与专业国手 这样同场竞技的一些这个机会 那广东广西本来就是兄弟两家 他们本身这个棋 也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场龙中虎斗 邓桂林选择了仙人指路 第二步棋 邓桂林选择了马八进九 我觉得这招棋的 它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谁呢 就是针对黄海林 因为黄海林这名棋手的特点 给人的感觉就是 它布局非常娴熟 黄海林布局是很好的 很好的 各种布局研究有素 那么对于足底炮 那肯定是对这个整体的体系 都是有深厚的理解 深层的理解的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布局好 有的企有会问说 那布局好 我多背一点 不就布局好了吗 其实真不是这么回事 它布局是有很多理论 支撑在里面的 是让你不断的体会和理解 要理解 包括你强大的这种计算力 那我们来看看 马八进九就是说 直接就让你找不到布局了 然后大家就属于三首棋了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一 居九平八 居一平二 这个棋确实下的 就是找不到谱了 应该说 平居 跳马 兵三进一 这个棋感觉上 其实黑方就不错了 因为红方这两个兵 虽然都挺起来了 但是相对来说 关键是这个兵 就它第一步的这个兵 有点虚 挡了居路了 实际这红居今后没有好位 就是因为这个兵 对 胖而平 先对居 平炮对居 那么居二平四 实际这个对居也可以走平六 这还紧凑一点 那么现在 不是不像 还紧凑一点 那么红方呢 向七进五 黑方对足 对 这个棋恐怕也要对掉了 就是平气一吃 红方接着不是 其实黑方已经阵循很开朗了 但是红方的实际也还不错 它有个小毛病 就是编码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 红方双居还是很明快的 对 那么黑方呢 现在这个居呢 也不宜选择选点 很困难 所以它不出 先码一进二 黑方下的比较强势 其实下的比较强势 就是说我这边都 以后留的这个隐患 我都不考虑了 就准备进马 今后有可能就破槽了 那么红方现在 红方也其实也很积极 他仗着自己后方坚固 而且双居明快 他马七进六 也准备展开了薄煞 跳进来 跳进来 这招棋呢 这招棋呢 撒得这么强硬 很强硬 这招棋呢 实际上红方呢 可能是稍微有点小毛病 这个棋已经红方啊 阵型还不错了 还可以了 他呢 只要轻轻的避一招炮 对 这个棋 如果你掌鞠 这边还有脚呢 我们也不急于棒 我们先封住 然后无论你今后再走哪 我鞠二进三 对 或者我以后 或者鞠八进三 看住 这样的话呢 红方阵型还是很坚固的 而且这个马待机而动 没错 还是不错的一个形式 这很奇怪的就是 在这个局面下呢 明明是一条明局 他走了个G八平六 走到暗处去了 他可能想的 一对嘛 他觉得你 你对了 我打过来这条线 我有攻势 我以后马六 马四进六 他可能想的过于简单了 就是你要踩我 我就打过来 今后这个马四进六 我这脚厉害 马六进八 好像还确实挺厉害的 对 或者呢 就是他的目的说 如果你要是往里蹦呢 我跑一顶 平四顶住 G八平六 确实是本局当中 非常严重的一个 有疑问的一手 他过于想的过于简单 那么黄海林 没有给他机会 就帮你出去 马七进六 这以后的好处 就确实有打了 那你这G今后还得躲开 那炮七进一 他还是怕这个 还是先封住 对 那么G九进一 对 炮一平四再打 大家看到 G九进一之后 以后掉这条线也很大 掉这条线以后卡这儿 所以说你刚才这个G 本来是占有比较好的出路的 结果现在 下的有点弄小成拙了 对 他现在炮一平四 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想法了 他想 现在打掉你呢 你一退的话 他马不又进去了 对 还是有他的想法 那么炮 五平六 他还是可以考虑打 实际上这个局面下 还是应该打掉 简化算了 这个旗下的 他如果现在打掉 红方还是有很多纠缠的机会 你只有拿马吃了 对 然后他可以往里一跳 对 我先跳 对 你可以先跳 先跳 比如说你要是平方一打我 我呢 我再往这儿跳 对 你飞下 他再炮七 金四 打过来 互相 这样形成一个 纠缠的局面 你要登我以后 这个地方 现在就有起 不是你这个局也不敢瞎抓我 瞎抓我可能送个兵 就这一登局打过来 底线还有一些牵制 这个棋还是有点 实际这么下 可能红的还是可以的 他就简单把这个线掉了 对 就打掉就完了 但是呢 这时候红的还有想法 他呢 也是下了个小招 对 冰武金一看着很巧 这条线下招还有一充 构思也是挺巧的 那么 现在是打掉 人家黑的先打了 然后他又一充 又一充 先切后取 对 那么 这个棋啊 如果你冲 我吃 你炮让开 我平均一抓 你这个地方可能还有点问题 那就不好了 那红的就得逞了 所以看看黑方怎么化解 这冰武金又一冲 黑方 你跳 他不让你这么简单杀过去了 跳了之后呢 现在黑方呢 红方 红方其实他可以直接简单吃掉 对 这样有可能从局面来说 不甘心 可能好控制一些 应该吃这些 他好控制 就别想那么多了 想太多了 那么他呢 想走得更强硬一点 这也显示邓桂林的这个积极的一面 他想走得更强劲 很多这种陆林好汉 他也是这个千军万马 我的这种陆林好 你就别想走得更强烈